這個是用了很多當委員的表演 音樂在那個集版上面 甜美歌手郭靖 21號特別在工作之餘 來看I love Banksy特展 欣賞跳脫框架不受限的創作思維 郭靖表示曾看過經典塗鴉氣球女孩 當時印象就很深刻 喜歡Banksy作品背後的故事 與想傳達的世界觀 其實我對於Banksy她的創作 一直都有一種 她很喜歡用一些很純真的東西 然後但是她要代表的議題又很 你知道她很喜歡政治啊 或者是大家一些相關 可能時下正在討論的事情 所以你會覺得她的反差是很大的 然後又可以讓你雖然第一眼看過去的感覺 好像覺得很可愛 好像有一點美好 但是其實你在多想幾下 你就會發現她要講的其實是有一點反諷 所以她會用一個比較衝突的元素 來做她的那個創作 創作威脅大膽的Banksy 擅長用黑色幽默抨擊社會現況 圍繞著反戰題材 雖然備受爭議卻也很受歡迎 去年全球受到武漢肺炎襲擊 她也特別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創作 關心地球上的大小事 也時常在網路上引起話題 不過Banksy如此知名 卻沒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真實身份 引發大眾對這位神秘藝術家 與她的創作產生好奇 記者汶郡台北報導 記者汶郡台北報導